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短片,分析 在未来,人类研发的机器人无处不在 可机器人服务人类多年后竟然有了自我意识 他们不满于人类的控制和压迫,要求自由和独立 人类对此表示了拒绝,于是人机大战立刻爆发,战乱也危及全球 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人类最终与机器人达成了停战协议 人类划出沙漠地区给机器人作为领地,双方互不侵犯与干涉 但人类世界还有大量曾为机器间谍的半机器人 他们一旦情绪过于激动就会发生自爆 而由于一部分半机器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机器人的身份 所以这给人类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人类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抓捕这种机器间谍 而安妮正是一名半机器人 他在丈夫约瑟夫的带领下准备前往位于沙漠的机器人领地 但军方早已获知了安妮的存在 他们随即派出了战机 并利用战机上的无人机开始四处密集搜查 在无人机的帮助下,半机器人根本无处遁形 安妮也很快暴露 地面上的士兵立刻对安妮展开了抓捕 此时,一位扫地大妈看到了身为半机器人的安妮 她随即向士兵们发出了提醒 而眼看士兵一路追来 约瑟夫和安妮便躲在角落 然后趁士兵不备,提前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可由于安妮的情绪剧烈波动 她发烫的双手竟然直接杀死了一名士兵 约瑟夫则在击倒其余士兵后 用枪击毁了前来侦察的无人机 此时,安妮因为情绪十分不稳定 身体已经开始闪光 约瑟夫见状急忙宽慰妻子 并说起了她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安妮这才慢慢冷静下来,恢复了正常 而眼看两人引来了更多的追兵 约瑟夫为了保护妻子顺利逃走 便伪装成安妮的样子 骑上摩托一路狂奔 所有的士兵和战机随即对约瑟夫展开了疯狂追击 而此时,安妮正沿着隐蔽的小路 准备逃往机器人的领地 但指挥官很快意识到了错误 他迅速将追踪约瑟夫的战机调回 前往边界线阻止安妮 约瑟夫眼见计划失败 也随即向安妮赶去 此时,安妮即将赶到边界线 而一个巨型机甲也突然从地下跃出 这是一个防止人类入侵的机器守卫 他对安妮已经赢了扫描 并确认了安妮的身份 而指挥官看着突然出现的防御机甲 便迅速下令让战机返回 停止抓捕任务 但飞行员却违抗命令 他认为自己能在机器间谍 穿过边界线之前赶掉对方 于是他无视指挥官不要开火的命令 指引要消灭安妮 而机器守卫眼看人类战机来袭 便迅速进入了战斗模式 可飞行员依然不顾一切地 向安妮一阵门夜射击 机器守卫健壮立刻反击 并瞬间击毁了一架人类战机 飞行员眼看自己的辽机坠落 便再次不顾指挥官的严厉警告 向机器守卫发起了攻击 双方也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而随着战况愈演愈烈 人类的防御系统突然被激活 更多的机器守卫也跃出了地面 眼看事态即将失控 指挥官便向飞行员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如果再不返回 他们就会将其击落 但飞行员为了击毁机器守卫 竟然不再回复 于是为了避免战争升级 指挥官只能下令击落战机 而在巨炮的攻击下 战机最终陨落 指挥官则面色凝重 露出了沉痛的哀伤 此时 约瑟夫赶到了爱人身旁 看着伤痕累累 身体发光的安妮 她本想前去搀扶 但安妮深知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她拒绝了丈夫的安抚 并哀求约瑟夫赶紧离开 而随着安妮身体的光亮 越来越强烈 她便在最后一刻 向约瑟夫深情告白 约瑟夫则痛苦地回应着安妮 但一瞬间 安妮就在荒漠中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约瑟夫凝视着妻子消失的地方 伤心而又绝望 她失望地看了一眼人类世界 然后便毅然回头 坚定地走向了机器人的领地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